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异夏之情人》 第21集,谢谢你 路德压下情绪,挂断电话走过来 每走一步,他都在挣扎 他那么想保护他,可他的心里只有他 金夏回头看着路德,眼底略扫过一丝诧异 李斯嘉终于反应过来 刚刚他替金夏接了他的电话,忘了跟他交代 除了额头,还伤到了哪里 路德半蹲下来,仰头看着金夏 余光扫过李斯嘉时,冲他微微汗手 李助理有没有受伤 没,没有,是我害夏姐受伤了 医生说他磕到了额头 不知道有没有伤到大脑,刚刚让拍了片子 李斯嘉又开始叙道了 路德弯着嘴角,在笑 可他的心,在疼 金夏受伤了,没想着要通知他一声 也没想着要让他过来看看他,陪陪他 给你叫个车自己回家 可以吗? 路德打断李斯嘉的话,耐心地低声问他 他现在这样,显然陪不了金夏 他也不需要他留下来做电灯泡 李斯嘉点头,又摇头 他自己回家没有问题 但他不敢把金夏一个人扔在医院里 他害他受伤,得陪着他 李斯嘉的虚导让路德有些耐心耗尽 眼神里的温和渐渐消散 他刚要开口打断李斯嘉的话 金夏先打断了他 你先回家,洗个热水澡 然后乖乖地睡一觉 我明天上午不去公司 你帮我处理一下工作 有什么事情,等我下午回去再说 明天一整天休息 路德纠正金夏的措辞 即使没事,也应该好好地休息一天 对于一个正常的女人而言 车祸会留下心理阴影 即使她不是正常女人 她也会强制让他休息一天 金夏不想在李斯嘉面前 再惹路德的怒气 同意了她的说辞 改成了休息一天 李斯嘉有些不放心地看看金夏 再看看路德 纠结了好一会儿 她才慢吞吞地起身 道别了离开 一步三回头的 每一眼都是她的愧疚 李斯嘉前脚刚走 路德回身捞起椅子上坐着的金夏 抱着她去找医生 不管李斯嘉刚刚说了多少 现在她需要医生的建议 男人的脸沉得如窗外的暮色 阴郁地让人摸不透她的心思 金夏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路德 气压低地让人有些喘不上气来 她搂着路德的脖梗软软地揭进她怀里 脑袋搭在她的肩头上 她滴滴地叹了口气 悠悠地开口说 明明受伤的人是我 为什么你们一个个的都还要我来安慰 我不需要你安慰 路德愣了一瞬 冷着身体自己变白 金夏抬眼看着路德冷硬地下颌脚 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一夜地折腾 她有一点点的泪 迷迷糊糊地合眼浅眠 耳边是医生和路德的对话 路德很耐心地问了金夏的伤情 又协商着让医生给她找了个临时落脚的病床 满是病患的急诊楼里 这张稍显破旧的病床显得格外的难得 金夏浅浅地弯了一下嘴角 似乎有个人这样照顾着她 也挺好的 总比就那么随便找个角落窝着要舒服些 路德寸步不离地守了金夏一整夜 她迷迷糊糊地醒了几次 又被她哄着睡着 第二天一早醒来 金夏仍然有些不太舒服 医院这种地方 本就不是什么让人舒服的环境 再加上急诊室里不停地有人往来 喧闹声不断 她柔柔眉心 挣扎一下坐起来 陪了她一整晚的路德竟然不在 金夏摸出手机 还没播号 路德已经回来了 有没有恶心 头晕 或者其他的什么症状 她耐心地摸摸金夏的额头 声音又恢复了一贯的温柔 金夏摇头 浅浅地笑着 没有 就是没睡饱 想回家补个觉 好 那我们回家 路德俯身 轻轻地拖抱着她起身回家 路德 谢谢你 金夏搂着路德 有些慵懒地打了个喝歉 脑袋又埋进了她的脖梗里 好像已经很久 没有过这么踏实的感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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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